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要做一个梦 這個展览主题定做我想要做一个梦 我们决定把梦跟梦想交织在一起 我们规划了四个主题 一个是我们来跳支舞吧 一个是艺术家你好 一个是胡思乱想做做看 以及绘本区枕头外的狂想曲 展场作品的编排里面呢 安排了不同的感官 希望他们可以在看展览的时候 不只是运用视觉 你可以有不同的动手啊 或者是透过听 透过讲 透过对声音的敏锐的启发 透过一个用身体去经验一个未知的 一个美财 然后一个空间 去打开身体的敏锐度 第一个展间就是三件小小的作品 那作品包括一个催眠秀的导梦图 包括一件阿普的作品叫 打喝欠的贝壳 以及白霜拳跟他的儿子 白明川合作的一个素描 而这三个作品 其实在整个展览里面 它有一种指标性的一个前导的作用 你觉得这个泡泡会不会有味道 会有什么味道 会有臭臭味道 你觉得呢 这么美丽的张泡泡 有时候它的背后的故事是阴暗的 你要透过一个很长的故事 来跟小朋友以及爸爸妈妈来对话 然后请他们注意一下环境的议题 它主要不是看得懂不懂 而是要促进那个对话 《天王星》跟《金星飞行器》 是李子勋的《易星人》系列的两件作品 你会看到一个奇怪的大钟 会一直转一直转 但是它却没有终点 这是一个永恒的意象 那你也会看到一支很像 八爪章鱼的一个大的激动艺术 有点像你的欲望 但是其实艺术家从来没有讲过这些内涵 那是亲子观众可以自己去解读 像《八爪章鱼》 它目前被布置的地点跟气球跟太阳 之间形成了一个星系的关系 你会透过那个反射看到对面的太阳 一起看到气球 它的梦想跟这一件作品之间的 它们之间的互动造成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 你的梦想是什么可以告诉我们大家吗 就是我想要有一个房子前面有一个花园 我要帮她写上去 这个气球虽然是一个礼物给观众 也给小朋友 让他们去充气 然后把自己的梦想写在气球上 但是蔡海如说 我希望已经破掉了气球 已经消气的理想 也要粘贴在墙上 因为梦想会萎缩 会破灭 但是它也会再生 看到这个作品 你会感受到 它仿佛是一个如梦的场景 就好像是进入某一个不同的时代 有一个比较古旧的氛围 或者是进入一个二手商店 那这个我们留给观众去想象 这里面的声音的转化 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点 就是我说话的时候 是我声音被转化 从物件发出来的时候 是它在重复我的话 这个第一人称 跟第三人称之间的错置转换 其实是艺术家很想在里面去 达到的一种效果 那也是让观众有的体验 剑浩的这三件作品 它其实很想跟小朋友讨论梦想 梦想是什么 梦想可能会有什么样子 那从梦想往前延伸 当你要实践梦想的时候 你可能会要付出什么代价 会让你有一些生命历史的改变 或者是辛苦 它们会看到招财猫 然后去想到关于财富的想象 可是再进一步会发现 其实这个作品里面 它选进来的现成物雕塑 所寄望的梦不一定是只有财富 它可能还有包含健康 包含幸福 然后一个人生的期待的样貌 因为观看讨论分享 会开始变得立体起来 比较高的那个汉堡的作品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种 欲望的形象的具体化 远远地看着它的时候 你其实是仰望着它的 可是当你越来越靠近它的时候 你会越来越能够看到物件的细节 然后越来越能够去想象 靠近梦想你可能需要付出的代价 OK 除了一万气喔 不用紧张 在一个空气的一个气囊上面滚来滚去 那这个其实是非常个别的经验 你会在两秒钟之间完全真空 你会把生命的直觉的感觉 重新再从外界抽回到自己身上 因为只有你 也许只有你跟你的小孩 这两秒钟你是安静的 你是漂浮在上面的 而这个感觉其实是我们想要观众能够获得的 里面有一个吹光雨的作品 叫做再来一次 你就看到儿时的梦 就像从山坡上面滚下来 它滚得非常愉快 非常的快速 如果大人回想你以前的童年 你会觉得很像是一瞬间就过完了 可是大人的梦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它其实就会很像从山坡底下 慢慢的滚上去 那通常我们发现观众在那个展览场 看那间作品的时候 只要经过稍微触点说 左边是大人的梦 右边是儿童的梦 那么大家就会哑然失笑说 对 这就是我现在的状况 好 那我们继续看喔 它会变成什么 它拿了雨伞 擦在自己的身体上面 变成树叶 所以它是一颗什么啊 树 如果我是 如果把日常生活里面的 所有的 我们看得见的物件 解除它实际的功能 那么它们就开放了 它们跟雕塑无异 电风扇已经不能吹了 它可以变成什么呢 那么吹广雨 从如果我是一条虫 如果我是一部车 如果我是一棵树 等一等 那希望观众 从这样的一个被解构的物件里面 去想 如果我是什么 你对这些物件有什么想象呢 我的创作会比较带有一种 童趣的造型 但是是用童趣的造型来 奉刺一些人类的行为 那我要奉刺的事情就是说 人类跟环境或是人类跟动物 其实是不平等的状态 就像饼干好了 我放了很多块饼干 半成品在现场 如果平常我们只是 看到一张凳子 就会说那就是凳子的面板 可是如果做成饼干的造型 就会先吸引人 然后最后 使用者或观者 他就会再发现它上面的黏轮 然后它的钉孔 它的作洞 是想要把人跟自然的记忆 做个串联起来 去提醒大家 其实自然的物件是很值得 人类去尊敬的 这个作品大家在最开始 前面的地方会看到 很多动物在睡觉 就是那些动物有的 本来可能是在打架 然后本来可能有士兵 在互相攻击之类的 我想要让这些人呢 全部都暂停一下 睡一下 做个梦 慢慢慢慢的 到这个走廊来的时候 我就会让他们醒过来 醒过来就是 会有一个去追寻梦想的一个过程 那你现在会看到在上面有很多 像是一颗一颗红色的气球 因为气球它轻飘飘的 它很容易破 你得保护它 有人很容易就可以拿到气球 有人很难拿 有人即使他的气球不见了 他还是会帮忙别人 一直走到最后 在这个画面画到最满的部分之后呢 我会直接用白色的漆涂手 在上面画另外一个画上去 可能有点像在梦游一样 可能我边梦边想到什么 就画上去这个样子 图思乱想作作看是 儿艺非常特别的互动区 它是一个自主学习区 如果从教育的角度来看 我们也加进一个概念 就是人人都是艺术家 小朋友跟爸爸妈妈会坐在桌子 他们真的非常耐心的 下面有很多的非常有趣的计划案 那你做完以后 你也可以贴在墙上展示 它是一个非常舒服 能够让你自主学习 独自创作 同时你也是作品的一部分 我们通常会规划 除了展间以外的阅读区 它所以是展览的一部分 同时也是另外一种学习 是阅读 如果你带着小朋友来这里 有一个放松的时间 那有这么多的书籍 你就会希望能够跟它共享 以及分享这样的一个时光 我希望大家都能来看 我想要做一个梦 而打了逗号以后 在下面那个句子 你一定要接起来 而且要坚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